台中市长卢秀燕疫情后首度出国访问 到新加坡展开为期三天的城市交流之旅 第一站先参访再生能源厂 参考他们利用焚化炉发电的经验 作为文山焚化炉日后的改善参考 也陆续拜会零售商协会以及体育局等等 借重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升级台中购物节与未来巨蛋落成后的演唱会经济 将台中打造成为盛典城市 台中市政府首长一字排开 准备登机出访 台中市长卢秀燕疫情后首次出访 展开预期三天的新加坡城市交流之旅 台中市政府的访问团 我们要访问新加坡 我们知道国际组织刚评件完 新加坡连续两年成为亚洲第一幸福的国家 台中市我们日前也在一个很大的媒体评件当中 那拿到六都第一的幸福城市 所以我把它定义为这趟是幸福的城市 拜访幸福的国家 那希望透过双方的交流 互相学习跟分享 让我们的民众在我们的市政上能够更幸福 第一站先来到2021年刚启用的再生能源厂 焚化垃圾兼具有高热回收率 激发点效率 成功经验可供已经运作30年的台中文山焚化炉 太旧换新参考 为能源发展找出新的方向 那怎么样在有限的地方 那如果说用大量掩埋的或是囤积的方式 那恐怕不适用于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怎么样采取 把配器物变成有效的处理 能够recycle reuse或者是变成energy 变成能源的话 变成电力的话 这是最高的境界 那所以新加坡这几年 大概大量的往程方向处理 接下来也拜访新加坡零售商协会 已经举办30年的新加坡热卖会 是国际知名的购物节 希望能作为台中购物节的参考对象 也拜访新加坡等体育局 取经国家体育场 举办多场国际演唱会的经验 创造庞大的经济效益 是日后台中巨弹落成后 值得借重的典范 吸取这些宝贵经验 期盼未来将台中打造成为盛典城市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